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好处呢 跟着看看 这部相机Nikon说是全片幅的入门相机 坦白说 我觉得Nikon这次不是太谦虚 想和入门相机设计一个新的高标准 为什么呢 这部相机我玩了一个星期 我真心觉得这部相机不是很入门 它除了连拍速度不是啪啪啪啪之外 其他方面都相当正的 首先 这个机身 很多入门相机是搅拌的 它一点都不搅拌 做工相当漂亮 跟Z6、Z7真的差不多 而且一样东西 它里面 那个机身里面 都是美合金机身 跟Z6、Z7是一样的 都是高级相机的设计 而且这部相机有防水滴和防尘 即是说 它已经达到一些高级相机的质素 其实很多所谓入门相机 就算是中级相机也好 是没有防水滴和防尘的 这部相机是有的 另外一样东西 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它的AF 反应相当快 这部相机 其实它的AF是来自Z6 而那个Viewfinder 就是Z6、Z7下放的技术 所以你们用一个集门级的价钱 买这部入门级的全片幅相机 就有高级相机的一些享受 另外更加重要 就是这部相机有IBIS 各位应该知道 现在发展到相机到这个时代 有机身内置的避震的话 是相当重要的 这部相机有IBIS 是入门机的 有些所谓中高级相机的 那些APS相机 比它更贵 都没有IBIS 所以你说多划算 是不是 偶然有些朋友问我 陈Sir,是不是时候要转无反相机呢? 通常找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它们其实是心中有数的 心已经拖拖了 这些朋友可能用NICON的单反相机 数码单反或菲林单反也好 存在一大堆NICON镜头 FM那些 他们很想转 但是就担心浪费了那些镜头 那真的没办法 如果你想玩一些新的摄影科技的话 无反相机 已经是不能避震的 如果你真的有了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转无反的话 得伍Sir告诉你 NICON就给了你一个好的理由 究竟有什么优点呢? 我以下整理了N个理由 给一些NICON数码单反的用家 OK 你们是因为这些理由的话 一定要转无反 OK 第一个理由就是NICON镜头 够漂亮 假如玩开NICON的话 大家都知道NICON镜头相当漂亮的 但你可能不知道 NICON这个牌子起家 首先是镜头 其次才是相机 以前NICON是因为NICON镜头 因为NICON镜头很漂亮 所以可以打进国际市场 随后才有NICON相机 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当时打进国际市场 那些漂亮的NICON镜头 连德国镜头都 都退避三射那些 就是一些短发难距的 一些Rangefinder镜头 但是NICON在50年代 1959年之后 出了NICON F之后 然后整个世界都是单反的世界 所以NICON镜头 比如在那时候开始 就变成单反镜头 那些光光设计的话 就着反光镜的话 就突出了一点点 那这个在光光设计上 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呢 这一次NICON Z 它是无反相机的 没有了反光镜 那些镜头的发难距就短了很多 而且加上它的Mind大很多 那这个呢 已经导致它的镜头 比FMind更漂亮的原因 那如果你玩过Z6,Z7 甚至Z50的朋友都知道 NICON那些S-Line镜头 就真是漂亮到绝顶的 就算那些KID镜 不是S-Line都好 都相当漂亮的 那假如你想玩漂亮的NICON镜头 那的话 大的Z-Mind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呢 是时候转无反 OK 第二个原因 就是无反相机的自动对焦 以前我们用高级的数码单反 会觉得那些相机的对焦 又快又准 对无反相机的自动对焦 你可能有点担心 但是不用担心 现在无反相机的自动对焦 科技已经相当成熟了 基本上它是用CMOS的平面 做一个直接的对焦 那就是说 你看到焦点的话 就是一个准确的焦点 你看到准确的话 拍出来的照片就够刺激 这方面是单反可能比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单反的对焦系统 其实是一个间接的测量 测量的位置 和投影的平面 其实是两回事 所以偶尔呢 单反拍照 都有可能有走焦的情况 这方面无反相机是绝对准确的 所以你用来拍微距也好 拍什么也好 它是绝对清楚的 第三个理由 其实也跟自动对焦有关系的 现在无反相机的自动对焦 都真的相当先进的 不单只能够追眼部 甚至动物的眼部都追上 以NICON为例 左眼右眼分开对都可以 你可以选左眼对也可以 选右眼对也可以 相当先进的 假如你想玩这支科技的话 没办法 你用开的方法是做不到的 一定转无反才有的 Z5就是一个选择了 讲第四个理由之前 先换一支长镜 这支是NICON 7200 一支是Z9镜头 S-Line 以前我们用这些长镜 就很介意它没有VR 即是没有镜头 有没有避震 现在不需要理 为什么呢 因为Z5是有机身防震的 这个IBIS 是相当正的 给予摄影师相当大的信心 不单止对这些新镜头有避震 甚至呢 你如果是用一个FTZ的Mount 将那些是陈年的 旧的NICON手动镜头 装上去都好 一样是有避震 这方面真的相当有信心 对于玩snapshot来计算 OK IBIS是必须的 OK 第五个要转无反相机的理由 就是因为它是无反 OK 我看看里面是怎样 看不见到 是没有反光镜的 机身是薄很多 也是小很多 轻很多 这是它很大的优点 更大的优点 看不见到 没有反光镜的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说 它没有反光镜的震动 所以我拍一些微距相片 也好 它就没有了反光镜的震动 就减少了相片的Motion Burr 这方面是相当重要的 第六个要转无反相机的原因 就是它宁静 由于它没有了反光镜 就没有啪啪啪啪的 一个是反光镜的动作 那听一听 这样也整 不是 我在用机械快门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个 电子快门 一个宁静模式 当你选择了宁静模式 你看看 什么声音都没有 听到吗 现在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即是说 如果你真的追求一个 完全宁静的拍摄的话 你拍一些婚礼 一些庄严的场合 你不可以有声音的时候 那你用无反相机 就给到一个 完全宁静的拍摄 这是你转机的原因 第七个要转机的原因 就是它的EVF 有没有搞错 你可能会觉得有没有搞错 用单反相机的朋友 可能会坚持 光镜取景 可能会直接一点 因为看到光镜影像 OK 这是一个说法 但另一个说法 就是在EVF 你会见到所有的曝光资料 一目了言 不单止 它那些色温效果 曝光效果 你完全在这里看到了 加曝光 减曝光 你完全看到曝光效果 就不用鼓鼓一下 这是EVF的好处 你要拿到这种好处的话 没办法 转无反 无反给我们 第八个要转无反相机的理由 是针对Z5说的 我明白到很多用开单反相机的朋友 会有个忧虑 他担心无反相机 会不会因为它用了LiveView EVF 导致它的耗电量比较多 电池的组行力就没有那么强 就算Z5用了新的EN EL15C 但是跟单反坦白说 都仍然没有比较 但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Z5是有一个比较正的功能 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它可以用USB-C去充电 和供电 记住我在说充电和供电 先解释一下 只要你一个是PD的流动电池 加上一条是USB-C-C的线 那你就可以随时 在出去拍摄的途中 一有空的话 你就可以插住Z5 可以去到哪里充电充到哪里 不单止去到哪里 供电供到哪里 那就是说你的电池是源源不绝的 永远都不会用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相机 首先会用了你那个PD电池的电线 用完了 才用你机身里面的电池 那我问过Nikon 一块 以一万mAh的电池为例 就等于有两件EN EL15C 那么多容量 那假如你买一件 两万mAh那些 就是大一点的电池的话 就等于有四粒电池更新 加上相机里面有五粒电池 那你担心什么呢 你不是担心你的卡不够更好 所以就算你喜欢拍timemap也好 拍升也好 甚至用来长期直播 做webcam也好 Z5一块电池 加上这个充电池就够了 这个就是Z5给到你的 入门机 至于第九个Nikon单反相机用家 转这部Z5的理由 就是这些镜头是不会浪费的 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只用Nikon原装的FTZ转接环 你就很方便地 就可以把任何旧的Nikon F镜头 完全完美地装上这部机 那你就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就算你用以前的Nikon单反数码相机也好 Nikon F镜头也好 旧镜头其实是不会浪费的 完美地帮你过渡 第十个Nikon单反动家要转这部Z5的原因 就是这部相机是完全熟悉的 它无论是手柄也好 前转盘后转盘也好 机背的控制也好 完全是Nikon过去的一贯风格 甚至它的Menu完全一模一样 你绝对不会迷失 即是说你拿上手这部机的话 你完全立刻可以pick up 拿上手的话你一定会用 至于第十个要转Z5的理由 真的说来话长 要慢慢讲才行 Nikon把这部相机定性为 一部入门级的传片幅无反相机 我用了几天 我觉得你不如把它定性为一部 创作级的传片幅无反相机 可能更好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知 对于一些创作人来计 RAW档案是很重要的 我们拍照的话 都希望拍RAW加JPAD 希望可以在后期制作的话 是可以多些操控的 这部相机是相当正的 它的多重曝光 虽然我看着叠影 结果出了一个JPAD 给我们 但我可以save raw档案 日后可以再重新处理 拍HDR 叠出来给你的HDR 是JPAD 但我都可以save raw 这部相机的记忆卡 一定足够容量才行 不用担心 这部Z5是双卡的 是双卡的 双SD卡 终于等到 这个都是我建议大家 转这部Z5的第12个理由 这部Z5是用双UHS-II SD卡的 对于等着双卡的 Nikon全片蜂无管相机 朋友来计 这次终于等到 你可以在这部相机 放两张SD卡 可以转责做一个连续储存 即是说 拍满一张照片 就可以save了 又可以选择同步储存 即是说 你可以拍一张照片 两张卡 都储存相同的档案 又或者可以选择 一张save raw 一张出现JPAD 任意选择 不过最棒的 都不是这个 最棒的 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部相机里 当你要删相的时候 即是要delete相 你可以选择 同时delete在不同卡里面的 相同档案的相 真的相当方便 OK 以上就是我说了12个 是转模反相机的理由 特别是转Z5的理由 所以那些用开数码单反的 特别是用Nikon的数码单反的朋友 如果你想转模反相机的话 确实你可以考虑上 12个优点 看你是否成为你转机的理由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12个理由 你适当中几个的话 都值得你转机 在片尾 我会放一些我用Z5拍的相 给大家看看这部相机拍成什么 我感觉这部相机 除了没有一个极速连 啪啪啪啪之外 它确实很多方面都相当优胜 对焦给我的感觉是很畅顺 亦都是那个viewfinder 亦都是相当反应快 清楚 我觉得作为一部 创作人相机的话 它绝对是满足到我的要求 好吗 OK 假如喜欢讲相机的朋友的话 给个赞这段影片 当然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那个铃铛 选择全部 每次我出新片的话 你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画面上有我的Facebook 那个fan page 在那里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直接问问题 特别问这部相机的话 我知道它也可以回答你 好吗 OK 尽快点给大家 拜拜 拜拜 了解 这个好看 就要找到 你吧 好看 我答案 好看 这样 还等一看 请我 好看 这个 特别 好看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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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